早年在香港 活动救世的老太太 她老人家往生 就是这个样子 活动救世 救世本身是将军 全家是基督教徒 老太太念佛 不过她很孝顺 很难得 家里设得有佛堂 老太太念佛 没有干涉 没有障碍 所以他们家里信教自由 老太太一生 没有一句话 劝儿子媳妇念佛 临终的时候 告诉她的儿子媳妇孙子 我要到极乐世界了 我走的时候 你们念几声佛号送送活 算是我们的母子之缘 走的时候 开往生大会 招待那时候有新闻记者 看老太太怎么往生 老太太跟大家告别 最后她说佛来接应我了 我跟佛去了 就断气走了 所以渡了很多人 以后活动就是全家修复了 渡了她一家 这老太太厉害 最后这些表演 全家修复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香港 东林军院 那个房子 就是河东 他们的产业 捐出来做道场 供养三宝啊 我三十 三十几年前 1977年 第一次到香港将进 他们把这个事情 讲给我听啊 那老太太走的时候 真的是得三宝加持 那么清楚 一点不糊涂 虽然有一点病很轻 你看林军讲得多清楚 讲得多明白 交代完了走了 所以自己得欢喜 凡是参与那一天 参加这个往生会的 没有一个不欢喜 真看到了 香港以前英国人同志 基督教的天下了 他这一表演 让这些外国人都看到了 还有就是这个 谭虚法师 在香港往生 留下的学历 这英国人不相信 真的吗 金屋子 铁锤咋不烂的 他们真的拿铁锤去咋 铁锤砸到里面 都凹下去了 舍利子 一点损伤没有 这外国人相信了 真叫坚固子 那铁锤骨头都会咋烂 他为什么这个咋不烂 这些都是表伐 给大家看的 告诉大家 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 业障消除 血身 就 生 基督世界 那是 夜谭之间 天哪 人 都会